苗栗县长钟东景他直率亲和的个性广受好评 不过却也成为诈骗集团利用的工具 不但照片是被盗用还被冒名成立了粉丝团 今天钟东景出面表示绝对不会要大家来团购借钱和汇款 也呼吁相亲千万不要受骗上当 三二一 起床 苗栗县长钟东景才刚率领县府各局处举办之会 尝试推动成果发表会强调将配合中央运用科技网络 增加行政效益 没想到隔两天脸书上就出现 冒名钟东景的粉丝团 有不知情的民众甚至已经加入好友 连钟东景本人都吓了好大一跳 中东景表示个人粉丝团 目前有三万多人追踪 每天都有更新县府的相关资讯 并且有蓝勾勾验证 冒名成立的粉丝团只有十几名好友 但还是担心对方会利用私讯行骗 因此提醒相亲注意 现在警方也已经介入侦办 可能是趁流量 然后来提升他的知名度 那第二种就比较多的就是诈骗 从骗账户骗钱 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被冒名中东景 粉丝团诈骗的个案 不过警方也呼吁民众可以透过粉丝团流量 和发文资讯来初步辨认真假 中东景更表示 为了将配合行政院加强打击诈骗 并针对诈骗车手提高相关刑责 以免让车手有恃无恐 一再成为诈骗集团的工具 谢谢张欣杰 苗栗 苍栗 苍栗